有没有人 有了 不是开玩笑的 你说你说你到底有没有人 没有没有 你给我笑这种 没有开玩笑的 真没人吧 真没有 我说他呢 害怕被抛弃 害怕被离开 所以要用强势的外表来装表自己 还要动不动的用那句 我就是这样 台上这位发飙的女生就是小罗 连连退后下的直冒冷汗的男生就是小静 土老师直接戳穿女生的内心 只有害怕被抛弃的人才会表现出这种强势的样子 那么这对情侣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爱情故事 结局又如何呢 想要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我们俩在一起一年多快两年了 他一直也对我挺好的 我们俩也谈到了结婚的事情 但是他最近突然跟我说不能结了 也不是说不结婚 只是我公司有一些别的安排 我想把握这只机会 所以不能马上跟他结婚 相恋两年的情侣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 可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男生小静却因公司给了一次学习机会 放弃了结婚的打算 而女生小罗却不依不着 非要逼着男友结婚 同时也不相信男友说的话 认为这次逃婚就是男友在外面有人了 才故意把外出学习 这个是当借口而已 刚上台 小罗就满腹怨气地指责男友 现在到结婚的节骨眼上 你说不结就不结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眼里 我们今年五一准备要结婚的 他突然说不结就不结 我的家人朋友同事都知道我今年五一要结婚了 他这么一说我面子往哪搁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女友小罗很是生气 结婚这么大的是说变就变 这让小罗在亲戚朋友面前很难交代 那么男友小庆为啥要在这个时候改变主意呢 此时主持人为此出了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和小庆却是这么回答的 出国之前不办事 把证领了行不行 我觉得不行 因为我现在发现她性格越来越强势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冷静一下 由此可见 小庆逃婚的原因并非出国留学这么简单 而是女友强势的性格 才是小庆不想结婚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小庆到底遭遇了什么 能让一个即将结婚的男人临阵退缩呢 此时说来话长 冬天我穿个毛衣很正常嘛冬天 他硬叫我穿个衬衫 这样肿起来像个胖子一样的 身材就这样显得不好 本来就丑我要你穿衬衫怎么了 我这么大个人呢 我穿个什么样的衣服我自己不知道嘛 你总是管得太宽了 还下电吃个冰棍 吃什么味道的他都要管 那是你好意思拿到台上说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其实在两人相恋的这两年中 最初小庆并没有察觉出女友的性格这么强势 但仅仅过了不久女友就原形毕露 什么事情都要他说的算 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强行管制 在家里可谓是一手遮天 平时小庆在家里根本不敢当着女友面说这些 而这次来到节目组 也给了小庆一次坦言的机会 所以才敢把这些年所遭遇的事情 一无一失地讲出来 可正当提起工资卡这件事时 女友小罗立即展开了绝地反击 提起工资卡这件事 小庆可谓是苦不堪言 面对强势女友的咄咄逼人 不得已只能投降 而小罗拿着别人的工资卡 却还能双手掐腰在那墙子朵里 更可气的是 自从小庆交出工资卡后 经济来源完全被管制 就连正常的人际交往都被女友拒绝 公司同事随份子 本是一件礼上往来的事 但就是因为女友的管制限制了这一切 然而这些事情小罗根本就不理解 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管制别人 这也是让小庆无法接受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无论怎么样 分子钱还是要给的 无奈之下的小庆只能用另一种办法 我最后跟人家借了两百块钱给的 你说这是搞得我多丢你 后来那两百块钱怎么还的 慢慢存了 说起来我也不好意思 慢慢存了 就挤菜金了 哎呀 仅仅二百块钱搞得如此狼狈 可见小庆平时的遭遇是什么样呢 强势女友平时这样对待男友 已是习以为常 不但在经济方面限制 对男友也从未有过尊重 例如下面发生的这件事 那天她搬家嘛 叫我八点钟去她家 怕等一下迟到了她又骂我 然后我就六点钟就起来了 但是运气也是不好 前面又是发生车祸 然后堵车嘛 我打了个电话跟她说 我说路上发生车祸 我有点堵车 我肯定要晚一点呢 在去帮女友搬家的路途中 因车祸导致堵车严重 不能按时赶到女友家 按理说发生这样的意外 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蛮不讲理的小罗 根本不听男友的解释 当场怒斥男友不守时 我前天晚上我就叫了你 八点钟之前 到我家 你后来十点钟到的 你迟了两个小时 你不知道啊 我六点钟你起来了 堵车我有什么办法 我不管你十点钟起来 你答应我八点钟之前到 就必须得八点钟之前到 可见小罗的态度多么强硬 无论什么理由 在她看来都是无稽之谈 不得不说 小罗这种蛮不讲理的样子 属实令人气愤 不过这对于男友 小庆来说像这种事情 已经见怪不怪 虽说被女友数落了一顿 但还是一无反顾的 帮女友搬家 然而 就当小庆在搬家过程中 发现了问题 所有东西都是自己一个人搬 累得满头大汗 女友竟连一口水都不给喝 不仅如此 还被女友骂得狗血淋头 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就是因为男友迟到这件事 小罗一直揪着不放 从头到尾对男友的攻击就没闲着 好脾气的男友见女友这般不可理喻 也就没搭理的 可小罗却蹬鼻子上脸 以砸东西来泄愤 如此不尊重人的小罗 到底是谁给她的勇气 让她这般撒泼呢 其实 这跟两人的家庭条件 有很大的关系 你就那点工资 你们家家境又不好 工资又不高 你说除了我愿意跟你 还有谁个女的愿意跟着你啊 我要老师 拉我家境不好来压我行不行 我知道你家境好 他总是觉得跟我在一起 就是就像对我的一种恩赐一样 小罗仗着自己的家庭条件好 经常在男友面前装公主 向来都是用高傲的姿态 对男友各种施压 所以这也成了他撒泼的底气 现如今 男友小庆的忍让度 已经到了极限 不过这也是他咎由自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小罗的一句话 让他哑口无言 他平常哄我一下 不就行了吗 我就这性格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你刚开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不就说喜欢我这样子吗 这句话把小庆说的无言以对 多少男人为了追女生 什么狠话都敢放出来 这回碰到硬查了 知道惹不起了 不过现在回头也为时不晚 正好借着公司 给的这次出国学习的机会 和女友分开 这样就可以恢复自由身 逃离女友的魔掌了 可问题是 不放手的人是小罗 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怎么可能说分手就分手 所以对于小罗来说 这婚必须解 这婚不结行不行 不行 我明白了 那就是人家现在想逃婚呗 你又想把人追回来呗 地位就发生了翻转呗 我觉得他不是想逃婚 我觉得他就是在外面有人了 有人了可以吗 不不不你就承认有人了 看他怎么对付 有没有人 说 没有 有了 现在的问题很明显 一个是想逃婚 另一个是想挽回 那么既然这样地位 肯定要反转 想挽回的那个人 最起码也得服个软 才能体现出诚意 主持人也恰好抓住了这点 故意让男生硬气一次 让他也体验一把 做男人的样子 刚开始小庆 还战战兢兢的不敢回答 但在主持人的鼓舞下 小庆终于鼓起勇气 决定硬气一把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玩笑开大了 女友怒火冲天当场发飙 有没有人 有了 不是开玩笑的 你说你说你到底有没有人 没有 没有 你给我笑这种 开玩笑的 不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你看看 看见没有 你看见没有 我真没想到的 不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 我就是 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不是 我回去 开玩笑的 真没人吧 真没有 我出汗了 就就就 不要再吓我 就是这么一句玩笑话 把小罗给惹怒了 当场就要找男友算账 男友健壮 连忙忙主持人身后躲 吓得他直冒冷汗 主持人本想着 让男生硬气一回 可到头来 还是老样子 就从这一点 可以推断出 小庆在这两年的恋爱中 确实不容易 其实 小庆本打算出国学习 回来后 再研究两人的婚事 不过经历了刚才那一幕 小庆算是彻底放弃了 就连苏老师也劝他 赶快逃命吧 出国了 回来之后 还结不结婚 那就不一定了 这就是真话 我说小伙子 赶紧出国吧 快去逃命吧 你一开始 跟他交往就这样 上去就掐脖子 刚刚使他温柔得很 刚刚使他很温柔的 我们以前老说 这男人骗到女人之后 就开始原形毕露了 女人骗到男人 也原形毕露 也一样 刚开始交往时 小罗根本就不像 现在这样强势把技 可到了 后来就原形毕露 看来不光是男生 有这个毛病 女生也是如此 此时心理专家 看出了男生的所思所想 并给女生提出了建议 帅哥是想分手 不敢分吧 有点有点 这个我平时 像今天这么的话 也不敢说吧 那是真不敢 明明我们很清楚 他是有分手权利的 但是你不让人分手 所以这种是一种 内心脆衰 缺乏爱的一种表现 有的时候你越想要吧 你越得不到 你越声张声势吧 越能吓走人家 其实有的时候 你流流眼泪 或者失落一下 那个男朋友 可能会更爱你 心理专家认为 女生的强势举动 并不代表真的强势 反而是一种脆弱的表现 只有害怕被抛弃的人 才会表现得如此强势 但要是想挽回这段感情 女生最好做一个乖乖女 在男生面前 多是弱才会得到更多的爱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男生连分手都不敢说出来 连委屈都不敢释放 所以怎么可能 得到男生的谅解呢 此时图老师 也有着同样的看法 并且对女生做出了劝导 对于强势之人而言 身边的人会走得越来越多 真正留下的也没几个是真朋友 和真心对你好的人 但就剩下那么唯一的 那么一两个真心对你好的人 你为什么还要那么强势地去对他 因为其实内心真正的自卑 害怕被抛弃 害怕被离开 所以要用强势的外表来装表自己 还要动不动地用那句 我就是这个 难道真的要到四面楚歌的时候 身边一个人都剩不下的时候 又像现在这样 痛哭流涕地去祈求别人 对于一个女人而言 太强势并不是什么好事 很难得到真心对你好的人 而这位男生 就是少部分人的其中一个 能如此为你当牛做马 已经算是很难得了 可小罗明明知道自己的强势 会把心爱的人逼走 却依然变本加厉地去伤害他 然后再痛哭流涕地去祈求 这又何必呢 难道装表自己的强势就那么重要吗 承认自己的脆弱就那么难吗 所以不要再装了 好好珍惜眼前人 像这样的男生已经不多了 事已至此 老师们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 结果怎么样 就看他们自己的选择了 今天几个评委老师跟我说了 我也想了很多 我或许真的是脾气性格不好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 可能爱人的方式都不一样 有时候你平常都挺让着我 我很感激你 但是这一次的话 这婚礼无论如何都得跟我结 你就算我错了 我改还不行吗 我就是太爱你了 我才会这样 连认错的态度都这般强势 逼着男友把这婚结了 可见小罗是很难改掉 自己的脾气秉性了 不过有一点值得赞同 那就是小罗对男友的爱 是诚心识意的 只不过爱的方式 有些让人接受不了而已 那么既然这样 男友最终会接受 这样的道歉方式吗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给她一次机会的 先结婚再出国 可以先领证 先领证行不行姑娘 来看过来 行 就逼婚吧 结果有些出乎意料 男生还是选择再给她一次机会 或许是因为女友的真心实意打动了她 又或许是觉得女友通过这次教训 能痛改前非 总而言之男生既然做出了选择 就没有退路可言 也许两人把证领了一切都变得更好 也说不准 不过还是希望他们俩能好好地走下去 因为遇到真爱不容易 碰到这样听话的男生更不容易 所以互相珍惜吧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件事屏幕前的你 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